现在你给他赚钱 你不收费 完了你买的房子还便宜 那你说我们干中介的 套个中介费吃饭 对吧兄弟 咱就老实贵 确实实 马哥你说这句话 确实挺实贷 关注鬼头 带你看东北四省真日房站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鹤岗市 这位是我辽宁省的摄影师 这位是咱们今天的房主 咱们现在的位置 是鹤岗市的尊德山上 对吧 然后这位大哥 我不用介绍 鹤岗马班长 今天我找他上网视频里边来 肯定一会有事 我要拜托他 辽宁省的摄影师 他准备在鹤岗安家 今天他们两个看看 能不能达成今天的协议 看看鬼哥的 就是辽宁省的摄影师 能不能在鹤岗安家成功 这位大哥 他的房子能不能卖成功 好了 跟着我的镜头 来吧 这屋是小火炕啊 这应该是排风机 能烧炉子吗 炉子已经拆掉了 炉子烧不了了 这小火炕在下面放个小炕桌 捏点酒中 带劲呢 现在就是烧不了火了吗 不是 多少瓶 5-50瓶 40多瓦 现在暖气还热乎 可想取暖特别好 暖气真是热乎的 热乎的 好行的 这事我说一下 基本上不用啥时候 直接就住了 楼盒 买个床的样子就算住了 这房子太不错了 你这么的 你俩研究 我这房子 他在我视频里边 上期视频 你不来了吗 这屋你也看见了 是不是 视频里边 上期视频里边 你说是 2万块钱 2万块钱 行的话 你俩直接研究 现在就拍场 就配吧 行的话 咱们俩 你想买 我也想卖 对不对 你这 我 你别大关 那别2万了 我 你一千块钱 行 那咱们多年轻 我会看 你最近几箱中 做一件事 行 你这一箱钱 过库费用够了 一箱钱能够吗 够了 够了 这么的 那个 现在你给他转钱 嗯 然后那个 一会儿 马哥领民俩去 上办事大厅吧 对 不动算 登军中心 办事大厅 这个房子 过库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 嗯 正常 现在办事流程非常快 正常叫号 正常要是人少的情况下 在一个小时左右 嗯 半小时能搞定不 呃 如果这个期间 咱们预约好了 打个电话 找人预约一下子 现在 那得预约 嗯 你就先预约一下子 然后半小时给他搞定 完了 这么的 嗯 你一先给他点钱 点完钱之后 我领八口咱们吃个饭 钱转过去了吗 转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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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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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了 转过来了 一万九 嗯 收完了 行 马哥那头是不是 预约完了 预约完了 我刚才打电话了 嗯 这么的 预约完了 这是你去领他 去那个什么 过户去 好的 然后我找个地方等你了 完了过户回来 咱们一起吃个饭 行 行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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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时间 三十分钟 到半个小时 不到 差不多 那样 三十分钟 到半个小时吧 把这十个小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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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你要不去 三十分钟到我下 那还可以 对对 半个小时就完事了 半个小时 也是刮刮 直接走 一次到那就整 就是等候了 嗯 但是我希望鬼头下回 你真的这事 你不能这么这么整 你叫我们的 有晚饭吃 你给你的本事 不要服务费 完了什么什么都 房子还便宜 我们咋办呢 你的房子便宜 没有中介费 你说 客家这二手房中介不得饿死啊 你流量这么大 全国那个都关注你 你不收费 完了你买的房子还便宜 那你说我们干中介的 套个中介费吃饭 对吧兄弟 你管这老实话 确实实 马哥你说这句话 确实挺实在的 是不是 确实 这个东西吧 不要以为说 那个好像我给你们那个饭碗 什么 其实不是 其实你想另外一个问题 嗯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鹤岗 对 你得跟他提到鹤岗 你才有机会 人家都不知道鹤岗 不知道你的便宜 我刚才在车里 跟那老弟聊了聊天 你为啥这么想在鹤岗买 这样的房子 我以后离鬼哥不近点 哈哈哈 他也算真实 虽然实在 从鹤岗买跟鬼哥拍视频 现在到鹤岗买这一路 还有我的视频 我感觉现在这个 我大哥的房子特别享受 刚才过户花多少钱 就我们当地的中介都找不着这么便宜的 刚才过户 因为他这个房子吧 这个是满五年的房子 这个过户费 一共花了八百多 就是连过户户房子不到两万块钱 用九百块钱吧 九百八百八应该是 你一个八百块钱 差二十块钱九百 那一共还没花到两万 我论三这块 四楼 你那个部也拍过视频 那一块还有 那多少钱我忘了呢 那个是三万块钱 太行了 嗯 好 来 来 这个也感谢那个鬼哥 哎呀 客气了大哥 你不用叫鬼哥 你叫鬼哥 恭喜啊 你老弟就行 欢迎你来看看 欢迎来喝安家 好了 咱们这期客户 带正式安家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 反正是算账吧 猪三年四万块钱 还是猪可是 那你买 十五你买不 十五他就不买 我给你啊 不是 关注尾头 带你看最坚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吉林省松原市 乾国尔罗斯 蒙古竹自治县 我说的对吧 对对对 在我身旁这个大姐呢 参加在这个地方呢 有个房子要出手 那么在我左手边有个小区要 叫福利花园 是吧 然后呢 废话不多说 该找到镜头 来了 这边是蒙庄 前面那个是武庄 那边有一个二宿 附近医院呢 大型医院呢 我这楼盖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了 你儿子找的我 你知道吧 我知道 六楼呢 哎呦我天呐 屋里有人啊 谁有屋呢 租户嘛 我要租出去 你跟伤人了吗 伤人了 就是南北洞洞的 啊 啊 完了冬天不冷啊 暖和 冬天不冷 你说的不算呢 对 南汽车也算 对 你 这多一瓶啊 这么多屋 八个月不得 你来看什么样子 啊 行 这叫厨房 这是一个小次屋啊 哦 对 啊 洗手间在这呢 哦 洗手间在那里边 嗯 现在这房租出去了 但是现在就是说的 天家也快到齐了 齐也快到齐 我看看房门了 他姐 嗯 嗯 这就搞出了 扁口的名 就是一人一个本 看这个了 那你看看啥了 不看了 我也不是来查证了呢 哈哈哈哈 租多钱一个月啊 一年多钱呢 你记得我租的时候 房比较紧张 一万多 嗯 一年 嗯 一万几 一万三千五 一万三千五一年 就是为孩子上学来 对 孩子搁哪学 对 那租一年一万多不挺好吗 你儿子卖他干啥呀 孩子要买楼吗 买楼搁哪买呀 水娘啊 这个买钱你八年前买的 多少钱买的 三六 好 你买的钱是四千三 那不是 那没跑长村买的 给谁样工作呀 不干呢 咋的呀 那因为长村挣的少啊 谁样 挣的多啊 挣的多嘛 它干啥呢 原先干瓶售了 嗯 所以到现在干啥不得 现在给杭州呢 给杭州呢 挣的挺多呢 这是 那我都强好强了 那你家现在不还得有房吗 给啥中呀 还没 回农村 给农村平房住呢 大家 嗯 他没说他买那个初步预算的多钱呢 还是贷款呢 那得贷款呢 他自己还去呗 啊 这个卖了你呢 这钱全给人家呗 嗯 那给人家 那你们 我捞不着 您给家 你啥呀 你捞不着 捞不着 我说书弟的 不降价了 他能做卖的 嗯 不过现在啥价 底价多钱呢 那咱俩不也 我问他了 是 那也得二十二三万 妈呀 够呛 啊 够呛 二十二三 一个楼顶楼上来的 这就传这样 完了三十年的老楼了 没到三十年 嗯 哎呦 二十年了 二十年老楼了 卖二十二三万 那这家呢 你咋不说 你上哪都方便呢 你就 你儿子说没说 少多钱不卖 咱通宽 那就二十一万 二十一 就是我就认为 二十一万 二十打开 二十一 你们给孩子租房子 一年一万三千五 你们认为就是这个地方 他说他这房子要卖二十三 你们会买吗 就是比如说你们有钱的情况下 会买吗 会买 为啥 贵是不是 是不贵 对 因为房子楼里太老了 你看我租都行 无所谓 对 但是我买决定会买 都是老的楼里 嗯 就是说你楼里太老 你看咱们租屋都行 租屋都无所谓 多钱都行 对 这个都行 这个都行 你一下子要二十一万 真没人能买 那只买三十五万 你说的 三十六万 你买那只楼也新的 你为了你孩子上学 你家庭条件好 对 那你说谁买都是为了那个 赔赌 要不得你买他哪呀 反正是算账吧 住三年四万块钱 还是诸葛事 那别买 十五你买不 十五他都不买 我不买 也是因为我没有钱买房子 所以我只来不住 行 大姐女儿跟你说的 就是这个二十一 手一分不行了 就是二十一了 她咋跟你说 原话你说我听听 那就要二十二呗 你要奖价的话 就是二十一了 女儿跟你说的 谁说不说 也就是二十一了 再少 那我还 再少了 你给人 我知道 你房子给人卖不出去 你别耽误你儿子 也买楼 那没事 你给沈阳买 你得埋怨你们 没事 这行事啥意思 你们这不舍得卖 你的房子硬砍价 没事 就不想卖 不想给我掏钱 我给沈阳买房子 你别再拖心了 没事 你没有钱的话 借呗 我这个镜头 我这个视频 女儿能看见 因为女儿关注我了 你跟女儿说两句 妈可不是说 不想把这房子卖 但是不能太亏太多 你自己跟女儿说 是 不用说 说那干啥 最低就二十一了 那我直接说了 二十一卖不出去 那卖不出去 那就不跟他挂去吧 行 那就这样吧 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评论 好了 咱们这一期 钱国县探访 就到这了 下期再见